如果不是记者李维尔的,这则今天爆料,或许大家永远也不知道,原来表面看上去正派,为人正直的世界冠军张继科,在背地里竟然如此不堪。 从2023年3月末开始,乒乓球冠军张继科,就连登热搜多日,倒不是因为他又拿到了什么大奖,而是他被知名媒体人李维尔爆料,卖钱女友景田的思照还赌债。 爆料刚出来的时候,很多人都不敢相信,毕竟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冠军,张继科给人的形象,一直挺正面的,看上去也不像缺钱的样子。 他怎么会做出,这么下作的事情呢?可随着各种大瓜,何时锤接踵而至,张继科的人设,算是彻底崩塌了。 而张继科做过的下头之事,可不仅仅只有,麦景田思照还赌债这一件,被他骗过的女星,也不止景田一个。 其实早在04年的时候,张继科就被爆料,因迷上赌博被国家队处罚,只是那时候他的名气,还不是很大,所以并没有引发过多关注。 1988年2月,张继科出生于山东青岛,一户体坛世家,早在张继科5岁的时候,张传明就已经决定了,要让儿子走体育这条道路。 不过他刚开始的时候是,想让张继科踢足球,以后当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,按张继科对踢足球没什么兴趣,受父亲的影响,他非常喜欢打乒乓球,并且天赋过人。 张传明也不抢球,索性当起了张继科的乒乓球启蒙教练,在父亲的大力栽培下,天赋异禀的张继科的球技,进步很快,可以说是一路高科。 十岁那年,张继科便进入了青岛石专业队,十二岁进入山东鲁能乒乓球队,十四岁进入国家二队,并且获得了朝鲜公开赛团体冠军。 加入国家二队之后,张继科拿奖更是拿到手软,他不仅拿到过第一届匈牙利世界少年挑战赛,男子单打,双打,环体比赛冠军,而且还在U21日本公开赛,男子单打决赛中,十四岁的张继科,在0比3落后的情况下连班四局,逆转夺的冠军,因为表现优异, 2003年1月,张继科进入了国家一队,得到了国家的重点栽培,据了解,国家一队主要出席各大赛时,而国家二队相当于后备队员,2004年,张继科获得了亚洲青少年锦标赛团体冠军,兴许是因为多次得奖,张继科有些飘飘然,产生了劣奇心理,从这时候开始他便迷上了博彩,同年10月,张继科因违反对规备罚出国家队,下调至省队,关于张继科犯错的原因,报纸上是这么写的, 2004年年年底,来自山东颇有前途的,新秀张继科,因为借某位兵坛大大腕的,银行卡参与博彩性质的游戏,输钱后无法面对,残酷的现实,而在外出比赛的过程中,离队出走几经辗转才被找到,由于那时候张继科的名气,还不是太大,因此并没有引发太多关注,这件事以张继科,被罚出国家队下调省队,而告一段落, 2006年的时候,张继科在全国锦标赛打进了八强,获得了重返国家一队的机会,2008年,在全国锦标赛上,张继科与王浩等人合作,以全胜战绩为解放军队,获得男团冠军之后,又在男单比赛中,一举获得男单冠军,从而声名大噪, 2009年,张继科在世界杯团体赛中,获得职业生涯的首个世界冠军,之后,他还获得了该年亚锦赛的,男团冠军等荣誉,进一步打开了知名度,2010年到2014年,是张继科乒乓球职业生涯的,巅峰时期,他超越王浩,在国际拼联排名榜上,取得第二名,同时,他也实现了世锦赛,世界杯,奥运会三项冠军的大满冠,成为在中国南拼历史上,继刘国梁和孔令辉之后的,第三位大满冠, 以及历史上第七位,成功为免是拼赛男单冠军之人,说了这么多张继科的高光时刻,并不是说要给他洗白,或者说吹嘘他有多扭,而是实在无法忍受,他带来的反差,可以说,荣誉加深的张继科,没错是之前,在民众心中形象很好,但谁能想到,这样一个形象正面的,世界级冠军,竟然是一个沉迷赌博的赌鬼,不仅到处借钱欠钱,而且甚至为了还赌债,不惜出卖前女友的私障呢,虽然功成名就, 但张继科,其实一直没有借赌,后来他慢慢淡出平台,转战娱乐圈,除了年纪大了之外,更重要的一点,就是他越赌越大,无心比赛,从2017年开始,张继科就转战娱乐圈捞金,代言了不少产品,并且接连登上各大综艺节目,近些年还开始卖货带货,按照张继科此前,参加比赛和获得的代言费来说,他的吸金能力,在运动员中算是很强了, 基本不差钱,可败就败在好赌上,俗话说十赌九输,再多钱也不够输的,因此他把如意算牌,打在了女明星身上,2017年,张继科在活动中,愿使了袁珊珊,两人相见恨晚相谈甚欢,暗生情愫,还被记者派到一起约会跨年,因此传出恋情,袁珊珊和张继科的恋情, 犹如昙花一现来得快去得也快,据说是因为袁珊珊,发现南方是赌的真面目,加上他欠自己钱不还,所以提出了分手,其实张继科,并没有多喜欢袁珊珊,只是想从他那里骗钱罢了,袁珊珊曾和于郑抱怨,自己被张继科借走了几百万,他一直没还,袁珊珊虽说被张继科骗了几百万,好在他及时止损了,可景田就没有那么幸运了,2018年年初,经朋友介绍,张继科认识了景田,见到景田的第一眼,张继科 张继科就被他的美貌所迷住,更重要的一点,景田不仅人美而且钱还多,完全符合张继科,挑选猎物的标准,在张继科的死缠烂打,和猛烈追求下,景田投入了他的怀抱,两人也在,2018年3月28日,高调发文官宣了恋情,那段时间,景田和张继科经常互动秀恩爱,两人如交似妻,感情稳定,也见过了双方家长,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,张继科家里过生日的时候,景田作为准媳妇还到场祝贺,流出的同框合照, 像极了一家人,原本以为两人能修成正果,可令人没料到的是,众人等来的不是他们的喜讯,而是分手,2019年,景田官宣跟张继科分手,对于分手的原因,景田没有明说,只是表示感谢曾经相遇,愿今后一切都好,而张继科则是,没有发表任何分手感言,景田和张继科分手纳会,还有不少人猜测是,景田嫌弃张继科赚钱太少,因而提出分手,甚至有人表示是,景田找到新的金主,所以抛弃了张继科, 直到李维尔站出来爆料张继科,众人才发现,原来误会了景田,2023年3月30日,知名媒体人李维尔,爆料张继科,为了还赌债,在2019年的时候,把前女友景田的撕照,卖给了债主抵债,结果债主拿照片去威胁景田,被告上了法庭,随着事情的发酵和大众的质疑,李维尔直接甩出了,张继科的借款合同,并详细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, 再看看张继科2019年的行程,不难发现,他多次飞往金边,金边是什么地方,相信不用多说,大家应该心知肚明,也正是在那时候,他欠下了赌债,于是写下欠条,并把前女友的撕照,卖给债主抵债,就在李维尔发文曝光,张继科真面目后不久, 有知名博主,也站了出来力听李维尔,该博主称自己,早在2021年就爆料过,张继科到处欠钱不还,他借了袁山山几百万枚还,还一买昏房的名义,借了景田和其家人数千万,但没有人相信,如今可算是有人和他一样,站出来揭露张继科的真面目了,如此看来,也难怪景田会在综艺节目上说,自己在2019年的时候,遭遇了人生最黑暗的事情,因为那件事情的困扰,自己几天几夜,都出不了那个房间, 心情完全不受控制,会一直往下沉,就像在一片海里,全是黑的,没有人来救你,幸好后来景田走了出来,不然后果不堪设想,现在想想,张继科摧毁的,不仅是景田的爱情,还有他的精神,所作所为实在是有过下头的,随着张继科事件的发酵,越来越多的受害人,和聊天记录被扒出,原来,张继科不仅仅,只借了袁山山和景田的钱,他还借过邓沙,田亮等人的钱,都没有还,这些只是被爆出来的, 相信没有被爆出来的还有很多,要是你以为到这事情就结束了,那就大错特错了,张继科的恶心远远不仅于此,除了欠钱不还,和卖钱女友四兆还赌债之外,张继科还涉嫌,坑加萌商和粉丝钱,约炮以及嫖娼,有网友爆料称,张继科在爆红时期,商业代言,除了骗加萌商血汗钱之外,还卖劣质周边产品,给粉丝迷媚敛财, 例如一条成本几毛钱的,掉毛毛巾卖上百元一条,张继科张传名父子,认为自己的名气,要比任何一名运动员都大,上节目时看不起,一起参加节目的游泳运动员,他们认为自己的代言费,和商业活动应该比别人要高,报价也甚至,比顶流的任何一位明星高,经常坐地起价,在圈内名声很臭,该网友还表示,自己通过某种方式,查到了张继科的银行卡流水, 他在境内和境外,都和多家赌场,有大量的赌资金钱往来汇款记录,也是在2019年的时候,张继科和曹姓女星,保持不正当关系,去日本约会游玩,当然了,张继科的情人也不止,有曹姓女星议员,跟曹姓女星,保持暧昧关系的同时,他还利用自己的名气,以恋爱为由,和多位美女博主约炮,指纹不负责,不仅如此,为了满足私欲,张继科甚至会,跑到国外嫖娼,面对种种恶劣事迹的曝光,张继科, 张继科的工作室,在例行公事般的发表了,一条声明后,就没有再发生,如今,张继科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,多家品牌已经与他解除合作,不管张继科的,运动员生涯还是星途,都算是彻底毁了。